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不少人一难评 2019年6月 张继科景平在社交平台正式官宣分手 算满量有的组合解体 虽然网友对他们分手的消息并不意外 毕竟两人的行为举止早有分手征兆 但是这个结果仍是大众不愿看到的 好在张继科景平分手还算得起 当数好就好散了 两人分手的原因也被多加猜测 不过具体原因大众始终无从得知 距离张继科景平官宣分手已有八个月了 两人分手的影响率早已退去 然而 近日却有网友突然就事重启 曝光了张继科景平当初分手的原因 从网报的聊天记录来看 张继科与景平分手的真相 竟然是张继科迁决而赌占 并欠钱不还 为此他平平向 女友景平借钱 从而导致了两人分手的结果 知情人士爆料 张继科向景平借钱多次后 景平发现了男友时常在澳门 缅甸等地参与赌博 并卸下巨额债物 爆料者还称 张继科以自己与景平结婚卖房的名义 向景平的父母开口借钱 以至于两人分手后 景平也没能将钱要回来 景平在多次帮助男友后 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 于是决定与张继科分手 对此 爆料者改改幸好景平收手及时 为与张继科过多纠缠 该知情人士还爆料 张继科曾与女性袁珊珊关系亲密 称她们之间曾是情侣的关系 曝光张继科曾经还向袁珊珊借了几百万 但是久久未还钱 以至于袁珊珊使了一些手段她才还钱 张继科被爆猛料 网友对此可谓大之一惊 无法想象 向来以积极热情一面诗人的张继科 生活中竟然与镜头前截然相反 以至于她被称为渣男 从爆料内容中 可知 景平与张继科 早在关轩分手的前半年就已经没有联系了 其实这点爆料的可信度还是蛮高的 张继科与景平在关轩分手之前 就有不少人开始猜测她们感情出现危机 毕竟情侣之间长期没互动是可疑的 私下都没什么交集更奇怪 不得不说 张继科被爆猛料这个关有点大 不过可信度还是有待考量 景平一份聊天记录是无法证实的 一直以来两位当事人对于分手仪式并未多言 况且张继科无论在体育界还是娱乐圈中都名气颇大 手中握有大好资源 并非缺钱的主 所以说 该知情人士的爆料内容 可信度并不高 虽然不知张继科景平分手真相为何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两人分手后便没了交集 感情似乎也不太深厚 两人分手不久后 张继科就被拍到在外与女性有人聚会 看上去关系有些亲密 她的个人状态也相当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 张继科语 景平分手后 她在娱乐圈的事业明显走起了下坡路 影响力逐渐小减 如今已很少被人体积 法官景平 她很快走出上一段恋情的影响 积极参与工作 分手后的景平 愈发有女性韵味 颜值回春 魅力直直线飙升 仍然是傻傻惹人爱 当然了 不管张继科景平们和分手 不论放料内容是否熟识 所有的事情都已成过去 即使就是重提意义也并不大 只能是歇起不必要的麻烦而已 分手不是结束 而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希望张继科景平 今后可以找到心中所属之人 谨慎对待感情 当我们 signing år